前面其實我們一路也都看著你成長 那你第一次來找我們 叮叮叮 好啦好啦講正經了講正經 對啊能比車兇嗎 反正就是去年在玉龍打出來 那信心上來了 自然到這個球隊就是 自己打法上也比較有信心 然後會比較想要去爭取好的表現 好的成績這樣 他對於自己是那個標封玫瑰這個稱號怎麼看 嗯 就因為我 如果是我的偶像嘛 所以就是可能某些人會覺得 我打球的打法蠻像他的體能好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也沒有好也沒有不好 就是反正這是大家命名的 那我覺得就是蠻喜歡的這樣就好 因為米哥算是正宗的老大哥嘛 那之前其實小時候在打球的時候也是就是看著他嘛 你好小天喔 那就是他在對中有沒有給你什麼安定的感覺啊 或者是說他有沒有在對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好就是 他給你感覺就很兇啊 但其實就是相處之後才知道 欸就是他是 就是很渴望贏球 然後就是覺得 就是有一種感覺會讓你覺得他很兇 但他其實是就是為了這個球隊好 然後反正他也會一直去念人啊罵人之類的 但我都就是我比較知道他想要什麼 所以就是有時候他如果快抓狂的時候 我現在會先稍微把他hold住一樣 那他會罵 到目前是沒有 那為什麼 因為你比較小 沒有啦因為他就是我會 我比較會看人臉色吧 所以 一如誰比較不會看臉色 最常被他罵是誰 其實也不是真的罵就是 就是那種小淺的啊 就是會叮一下叮一下 我覺得 就年輕的應該也都知道 反正就 小的可能就比較會犯錯嘛 會啦 會啦 因為 反正就我們常一起出去吃飯幹嘛的 他就會一直說他想要學敏哥什麼什麼的 然後 然後 球技球技球技 對 然後他就會反正就講著講著 一個大名一個就變小敏 對 那敏哥有覺得他適合了 沒有 有人說你還差二元啦 小所謂 那台下敏哥我們有在球就有什麼趣事發生 因為他平常就都很嚴肅啊 對啊 就私底下才會跟你那一臉消耳 練球的時候都是基本上都是 認真的 對就是 比較不會露出下午那種 那你有信心就是你38歲的時候還是像他這樣嗎 因為身材保持得那麼好 然後今年他又打出巔峰之年嗎 你有信心嗎 身材保持是可以啦 有沒有信心打出這樣子 我就不知道了 對啊 沒有信心喔 就是 順其自然嘛 對 是不是 我覺得身體 就是身體如果保持得好的話 一定會有相對的表現啊我覺得 他現在又迎來第二個小孩了 沒有 談一下自己就是每天可能早上的行程 什麼 一定要起來餵奶啊什麼的 沒有就希望他可以跟第一個一樣 可以吃寶寶嗎 對就是乖一點就好 他感覺吃很多耶 你說我兒子嗎 對 吃很多還好耶 就是都一般般啦 就跟一般小孩一樣 只是 他現在開始比較懷了 對 開始會頂著 會講話嗎 還不還不 會叫嗎 會叫爸爸媽媽嗎 會 但是就很平 現在 那你聽他第一生爸爸你有什麼感覺 嗯 還好耶 真的還好 你們一天練一餐你們最想回家 你是馬上會想回家嗎 還是 對啊練完就是趕快回家 尤其現在 因為我本來都是我岳母在顧 然後 我老婆去上班 然後 現在就是 只有我老婆一個人顧 然後 可能我 已練完我就要趕快回去幫他 因為他肚子 現在也大了就比較不方便 對啊 而且 自從我老婆回家 開始跟他一對一的時候 我回家 我兒子反而比較不找我了 就是 因為他現在跟我 我跟我老婆相處的時間比較長 他就知道都要找他 不然之前如果我老婆 在上班 然後我岳母顧的時候 我一回家 我兒子 就是我老婆跟我 我兒子會先來找我 所以你現在在刺蟲嗎 是也還好啦 所以第二個是妹妹嗎 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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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會不會偏心 不會啦不會 不會不會 都一樣 跟他说不会我们等春出来之后再问问一下 真的啦 真的都一样 因为疫情的管西岁其实是小匠比较多 就是又便宜一些小匠 那因为你自己也打过中华队嘛 那你谈一下 你觉得想要跟他们讲什么 嗯 我觉得就是 舞台来了就是好好把握 然后你要去发问你自己的该有的东西 然后把内容打好 我觉得大家就是看得到这些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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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